当流感疫苗遇上新冠疫苗 难道会擦撞出大问题 新竹马歼医院一名急诊医师在脸书颇文 9月份打完两剂新冠疫苗 没想到10月5号第三剂打流感疫苗后 反应真的太明显 一早打完没多久 就出现明显头晕试睡的症状 他是因为直完夜班想睡觉 还是产生离奇的副作用 同样打第三剂的医师们胆战心惊 住宅的部位会有些酸痛感 才刚打完第二天有第二天 第三天才会慢慢出现 还不晓得 这名急诊医师50岁 打流感和新冠疫苗的时间也超过7天 一听到打完新冠再打流感会疯狂头晕 我有好奇难道是年纪的关系吗 有人分享昨天下午去打流感 今天起床好累好想继续睡 甚至有人被吓到屁屁错 听你这样一讲我要打第三剂吗 会不会睡到起不来 这个症状出来都不会很厉害 一天到两天真的就会消失 新冠疫苗打的时候会激发我们身体的抵抗力 第三个或是坏人的其他的种类的 这个疫苗反应也有得强 如果头晕想睡并非是第三剂打流感的固定副作用 为何急诊室医师打完却头晕 基本上这算是晕针 它那个不是所谓的混打吗 那两种疫苗之所以要把时间插开来的原因 我们人体只有一套免疫系统 那免疫系统的话不要让它太忙嘛 就怕新冠和流感双重夹击 民众想把疫苗打好打满 但对各种疫苗反应也格外敏感 不敢掉以轻心 记者张正明会节台北采访报导 我还是不可能不改 没事的